中国大陆五星旗与南非的国旗并列高挂在约翰宁斯堡 还有巨幅看板写着欢迎习近平 习近平的专机21号在夜幕中抵达 南非总统亲自迎接握手 还安排在廷吉平观看当地的迎宾表演大阵仗接机 因为习近平到南非国事访问 更重要的是参加金砖峰会 中国大陆释出习近平配音的金砖峰会宣传片 金砖五国分别是这次主办国南非 还有巴西 俄罗斯 印度与中国 而普京在侵略乌克兰的风头上以视讯参加 因此习近平成了现场最大亮点 金融时报分析北京意图推动金砖国家 抗衡西方的北约组织与G7 因为这五国横跨三大洲 经济成长不一 但有共识那就是鄙视他们眼里服务西方的世界秩序 不过南非总统已经公开表示 不会被拖进全球强权竞争之中 也不会被迫在大国中选边站 TVBS新闻超明镇 陈韵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